花蓮縣的鳳林鎮盛產花生 早期人們也經常炒花生當點心食用 現在卻成了熱門的網路商品 看似平凡的農具行 牆上高高掛著美好花生的招牌 這裡是許多媒體爭相采訪的傳統炒花生 與農民器作並找社區媽媽一起合作播花生 炒花生就成了鳳林的新特產 美好花生巧妙運用了行銷以及網路的力量 在現在的生活中 重現了古早味的美好 用傳統的方式 最早用手工傳統大鍋這樣炒 它是香脆 它把它的香味從花生裡頭 花生人裡頭的香味 從裡頭爆發出來的香 全部把它爆發出來 就是最傳統的手工式炒的方式 我們要說這個不添加物的東西 可以發生這麼香這麼好吃的 我們要交易說年輕的一代認識這個 很自然的那個食材 也就好當然了 今天就讓我們 MARIA 開中文網上再做個 再試用hearted 然後... 還有將將蹼紙 加在後充分告訴你 記錶 經典